中国电动车龙头比亚迪收度参与东京车展 带来中阶海豹系列 正常更是精锐进出 从入门到顶规通通有 中顶级的仰望惊艳全场 拥有多项黑科技 除了能原地360度转弯 很向移动 上山下海也没有问题 逐渐将车速提升起来 如果这个时候在外面的话 应该可以看到车周围的水花已经开始涌起来 即使轮胎在水中依旧能轻松驶离 7件款挑战电动车极限 入门款的海豚系列主打高CP值 标配可旋转式的荧幕 约70万台币就能入手 全方位抢购市场 让老字号的丰田会长丰田张南 经过摊位时都脸色凝重 压迪旧富德国慕尼黑车展 包下大型展区 带来多达5款9辆车 更提供现场试驾 让地主 宾市 B&W的高层都感到威胁 而特斯拉也为了BRD开启价格战 打算牺牲利润换取市站 但没有成功 时一来看BRD 上半年全球销售125.56万辆 超车特斯拉的91.9万辆 全年有机会成管 以往在燃油车时代 日本跟德国品牌 称霸半世纪 来到电动车 特斯拉掌握先机 但随着BRD的出现 富含高科技 价格又相对便宜 每日的三大巨波 都面临严峻的挑战 加音轩终于瑞芳想太不倒